你今晚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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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来照顾你吗 我来生你一切梦 两个视频当时补充歌声气候不差 这般六座现场感到灵魂 大家都在晓鲁 怎么会把歌唱到这里想 时多多的笔笔就是够听 一遍又一遍的音 跟原唱真正对比 没办法认好的世界 就比如说 你今晚好吗 就那个今 我当时录的时候 就是那个今的那个耳音 我可能很多人 就是都会有学名来说 会有这个 就那个耳音会发得特别重 太过重的话 又感觉也不太对 所以它的那个 就是分寸感的难捏 其实是很细很细的 生到专业比较后 时多多只剩下一位这一件歌唱 当时阿长叔 他不敢哭叫做 唱歌已经成为她的胜宛 尤其今天是听到第一条歌 就是白南国歌曲 就是从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外婆抱在怀里的时候 就是唱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很经典的像 天黑黑 TOO 这样的歌曲 从我长大 一点点开始 那个时候应该是 美南语歌曲是 最蓬勃的时期 应该非常经典的歌 大家都听过 就像这个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 还有花戏就好 花戏就好 你看我的口音就稍微一点不太一样 八九十年来 白南国歌曲 就跟许多多老了很亲的英雄 他爱听也爱唱 按照把这些歌的独特音笔唱出来 许多多担到这个特殊的条件 因为白南部国度的口音不太想 这跟他大大增加难度 如果假设说 我是从来不会讲米南语的 那我像白子一样 直接去学那个 可能我的听感上面 会更敏锐一些些 但是因为可能很接近 但是有个别音呢又是有差别的 唱上面还有一个归音 一些归韵 所以说你可能讲了 唱出来还不一定是那样 不断的接力 不断的点点 许多多希望 有方在《九花》当中 吻中他对白南部歌曲 心得退回 不过他发现 这准少年人 真正听白南部歌曲了 是不是因为歌曲不好听 还是因为歌手拍板 许多多一直想要找答案 那平时会听你男语歌曲 有时候妈妈就KTV 然后就在旁边听 妈妈都唱什么歌呢 唱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闽南语歌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讲闽南话 所以就是没有多少唱的 我觉得是 个人觉得是流量问题 就是需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平台 或者说是流量推广之类的 像《大田后生仔》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因为它本身是具备流量的 像现在大家接受音乐的渠道 变多了 选择变宽了 很难说聚焦到某一种 音乐的风格上面去 对 大家选择性很多了 然后包括说在曲风的推广上面 当然也有这些平台媒体的 这些推广助澜 这年白露时代得流量 才得天下 也还回归爱这首歌的本质 首先应该是这首歌的好听 就每一个时代 我们的音乐审美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可以有新的 不同的元素加入进去 其实这样会更加符合当下 因为我们在讲说年轻人 就是喜欢美男女多吗 如果是符合他们的音乐审美 音乐的选择一定是很自由的 就是你喜欢 你自然就会去关注 另一边 明山中之后 发展山清帆